这我妈该结婚了 阿爸给我几个哑响妞的音乐 你给我看看这值钱不值钱 我先上手看看吧 好 你给我看看 好嘞 哎呀 这些都是高分大头啊 看着这些大头啊 品相都非常好 在我们行内来说 这些都算是极品的了 这都是你父亲给你的 对 他阿爸给我的那个哑响妞的音乐 哦 这准备要结婚了 对对 那看来不错 你父亲非常疼爱 不然的话 不会拿这些极品的音源给你 是的 今天这是来打听一下价格 我想叫你给我看看多少钱 价格如果要合适了 我都卖了了 准备出手 对 我先给你咕咕价吧 好 走 我看了一下四块啊 都是普通的大头 然后有三年和十年的 没有啥特殊的版别 不过好在都是极品赚光 公勃呢 给的是MS64分 就分数非常高 没有流通过的状态 像这种云园啊 一块应该在四千左右 四块呢 也就一万六 那也差不多 差不多 那你这 不是刚才你说你父亲给你 这是压压底的 嫁妆姻缘 对 你那话意思 好像近期就要结婚了 是吧 对 快结婚了 还没有结了 阿爸想你把这东西想给我了 哦 那为啥要出手啊 这么好的东西 我跟你说老板 我要不是留机用 说实话 我给你也不舍了 那是 我之前不是跟网上欠了好多网债吗 我表上老公知道 还把干杯弄得不得尽 又吵架干上了 哦 在网上借的有网贷 对 你都像原来我结婚 那个国下礼的时候 不是下了十万块钱吗 我都还进去了 但是还不够 还有两万多了 哦 你说你下礼的时候 下了十万块钱的彩礼 也已经还那个网贷了 对 迁进去了 哦 剩下还有两万 对 我这不还人家钱 打电话 阿老公解除了 怎么办 哦 那是 嗯 这差不多 卖了 我再凑凑 差不多够还的了 够还的了 对 那个想法非常好 不过这个事 你看啊 你毕竟不是说三千两千 你有十几万的东西 你要不要跟你老公说一下 不然给他说 给他说 给他说 我给神器了 咱俩又抄一下 哦 那是 确实 这网贷啊 不能借 对 你借了之后 到时候还的时候 就麻烦了 我看人家网上有的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 一个大学生 借了几千块钱 最后几个月的时间 利滚利的 滚到几百万 哎 这真是害人不欠 也 我现在也可后悔 这不都是原来手打 没东西 一点一点借 越借越多 越借越多 那也行 这样 我最后再问一下啊 因为刚才你说了 这是你父亲给你的 对 要做嫁妆姻员 对 确定要出手了 确定 确定 因为这些品项都非常好 我肯定 收的话 我肯定愿意收 你要不要再等等 比如说等到 你们结婚 结过婚之后 不等了老板 不等了老板 你都给我收了吧 这再不行 等你结了婚了 以后 我都收小点 不花那么多了 有限了 我再没 那也行 反正虽然这些啊 都是极品姻员 你啥时候 想要再买的时候 也能买到 对 我到时候再来抓你 那可以可以 那就我下面 就给你算一算吧 行 行吧 种种 谢谢你啊 没事 没事 没事